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天我们即将会在四楼大堂举行 人数限定于100人 报名截止日期为12月23日下午6点正 你可以透过你的组长报名 或在办公时间致电至 叫回办公室644-5566询问详情 当天不能参与的家人不用灰心 因为我们当天会在旁观七点 透过YouTube和Facebook有个现场的直播 当天我们即将会有受敬礼 想要洗礼的弟兄姐妹 你可以与你的组长联系 或可以直接向我们教会联系 好的 让我们一同敬拜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一起来大圣的祟告 赞美我们的神 Amen Amen 虽然道路继续困难协处 但我始终知道你一直到上 不能明白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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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始终懂得 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接着我 remind你 你就是我们的东西 游戏性 还是我们的义战 激associ 一次性 第一次 tumors 你手上的银行 曾经释迦大爱 我要当时宣告耶稣 你一直留在 虽然道路继续 很难先驻 但我心中正道 你一直留在 我不明白为何 但是重大 但我始终相信 你一起牵着我 他想为我放开 他还要回起来 我要当时宣告耶稣 你一直留在 你手上的银行 曾经释迦大爱 我要当时宣告耶稣 你一直留在 你的话让我明白 你爱我永不肯感 你保守我的喜欢 请我的双手不分 你的话让我明白 你爱我永不肯感 你保守我的喜欢 请我的双手不分开 但身为不不肯感 曾经释迦大爱 我要当时宣告耶稣 我要当时宣告耶稣 你一直留在 你手上的银行 曾经释迦大爱 我要当时宣告耶稣 你一直留在 我要当时宣告耶稣 你一直留在 我要当时宣告耶稣 你一直留在 国外来世记住 你一直留在 我们当中 阿利路亚术 located 世记住耶稣 你是我们的力量 你是我们的坎石 你是我们的生命中学者的帮助 帮我信靠你 我的屁股动摇 阿利路亚 让个人 requested 心爱敬拜他 阿利路亚 我的思考 我的成就 你是我困难 从谁知的帮助 总算怎样围绕 耶路上了 你必须围绕我到永远 我的是个 我的成就 你是我困难 从谁知的帮助 总算怎样围绕 耶路上了 你必须围绕我到永远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感到 坚固的是我心 可你并不动摇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必难所 我比奔劳 实在乎你 我比奔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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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乎你 你必须围绕我到永远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感到 坚固的事我信靠你并不动摇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必难做 我的宝望是在谷底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感到 坚固的事我信靠你并不动摇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必难做 我的宝望是在谷底 祝你是我 祝你是我能做 坚固的事我信靠你并不动摇 我的宝望是在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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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又欢迎回到主日敬拜 我们感谢我们上帝 今天我们看尤大叔是最后一段了了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从尤大叔看永恒的盼望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听到这个议员故事 给我很大的一个思考 到现在我还在想 那小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就告诉我 龟兔赛跑 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这个故事 龟兔赛跑 乌龟呢 我们都知道他的行动是比较慢一点 那兔子的行动就比较快一点 然后有一天呢 乌龟跟兔子说 我们来赛跑好不好 然后乌龟知道我一定跑不了 像兔子这么快 所以兔子也笑着乌龟 他就说 当然了你不会比我快吗 你的行动这么慢 你的乌龟壳有什么重 怎么会跑得比我快呢 所以我们都知道一定是谁赢啊 兔子一定是赢的 所以当乌龟跟兔子开始赛跑的时候 乌龟就知道了 他在后面爬啊爬啊爬 然后兔子呢 就一六眼看不到人影了了 所以跑到一半了 兔子回头看 为什么乌龟都还没有来 他都知道乌龟是非常慢的啦 他就在树下就睡着了 然后乌龟慢慢一步一步爬 一步一步爬 一步一步爬 到了终点你知道谁先到吗 是乌龟先到 乌龟说我到家啦 然后呢 兔子才醒来 糟糕啦 我还没有到终点呢 那今天我们看到 乌龟给我们学习一个功课 就是 辞之以恒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辞之以恒 犹大叔 犹大这个作者告诉我们 我们蒙糟的人 他鼓励我们 我们这些蒙糟要坚持忍耐到底的人 不要害怕 虽然在末后的时候 有许许多多人好讥笑我们 这些愿意服侍的人 喜欢讽刺这些信仰 在真道里面积极摆上自己 为神服侍的人 这些人很喜欢 像我们基督徒 我们这一班基督徒是啥的 这么爱神 奉献给神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一班人 在上帝的眼中是不蒙约纳的 自己知道 不是虔诚的一个基督徒 还要笑这些虔诚的基督徒 我们看见 我们的上帝 是喜悦我们的做法 因此我们今天要谨慎 免得跟他们走一样 同样的一个道路 使到他们的话 使到我们跌倒 我们不要围着这一些 在教会里面 取笑这些基督徒的跌倒 我们不要 我们只要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上帝给我们的能力 我们继续的跑下去 那我们怎么样持续的 跑到终点呢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有永恒的盼望 在之前也说过了 我们要兼顾自己 我们要在灵性里面来成长 自我成长 所以有大叔说的 只在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面祷告 保守自己 藏在主的爱中 仰望我们的主耶稣 祂的怜悯 兼顾别人 我们弟兄 我们姐妹 有跌倒的 我们真的要兼顾 他们的信心 那些疑惑的 我们要怜悯他 我们不要去批评 我们也不要论断 我们看到有一些走上 欺图的 这些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去帮助他 那些在道德上 已经被玷污的人 我们真的是要同情他 使到我们能够 怎么帮助他们走出来 可是我们真的 不要跟他们 同样走同样一个道路 如同我前两个礼拜所说的 我们不要走该隐的路 我们也不要学习 可拉党的人 我们更不要像他 堕落的天使 我们今天都有盼望的 所以由大叔 我们看到24节跟25节 我们一起来看 那能保守你们 祝你们不视脚 叫你们无瑕无痴 欢欢喜喜 站在他的荣耀之前的 我们的旧子 独一的神 愿荣耀 威严能力 全秉 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归于他 从根骨 至今 直到永永远远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来到你的跟前 祈求圣灵 你自己来教导我们 祝福我们 让我们讲的跟听的 都能够同感一灵 圣灵 你是我们的老师 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灵里面 真的清楚 明白你的话语 谢谢你耶稣 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尤大叔告诉我们 我们蒙昭的人 有三层的保守 第一个 我们要怎么样持续以恒 持之以恒 永恒的盼望 第一点就是蒙昭的三层的保守 二十四节说 那能保守你们不视脚的 叫你们无瑕无痴 欢欢喜喜 站在他荣耀之前的 我们的救主 独一的神 哪三层保守呢 第一层就是主的保守 第二就是自己的保守 第三就是神的保守 犹大提醒我们 认识所受的试探 跟胜过各样的诱惑 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保守 在第一节开始讲的时候 耶稣基督的仆人 雅各弟兄犹大 写信给那被召 在父神里面蒙昭 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 犹大是耶稣的弟弟 是耶稣的弟弟 所以犹大写这卷书的 是告诉我们 我们都是被蒙昭的 你我都是被蒙昭 耶稣基督的 而在他的面前 领受耶稣丰盛的恩典 犹大不但使我们看到 信徒是蒙昭的 蒙爱的 也是蒙保守的 我们都是被蒙昭的 我们都是在上帝的家 服侍他的人 我们当然能够坦然无忌 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 向他诉说我们心灵里面的 软弱跟需要 当主耶稣离世之前 他向父神这样祷告 约翰福音17章11节到12节说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 他们却在世上 我往你那里去 圣父啊 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他们 叫他们赫而为一 像我们一样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他们 我也护卫了他们 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 没有一个灭亡 好叫经上的话应验 所以当耶稣向天父来祷告的时候 为着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能够赫而为一 并且给我们这个印证呢 就是他会保守我们 也会护卫我们 叫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是我们保守的 其中只有一个 其中只有一个 他当灭亡的 那个到底是谁呢 那个当灭亡的到底是谁 原来跟随耶稣三年半的 这个犹大 这个犹大呢 他出卖了耶稣基督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他带领犹大这么多年 难道犹大没有学习到一个功课吗 犹大能够出卖耶稣 因为他的生命的根基有了问题 他的行为有了问题 他的品格出了问题 他是跟随一个世界上最好的一个领袖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父 可是呢 犹大没有看见 犹大是看到他自己的利益 常常在犹大的面前显神迹的那一位 他是最好的领导者 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耶稣 我们看到犹大跟随着耶稣 他没有学习到一个功课 他只学习到他自己失败的一个品格 耶稣看见犹大 他的这种贪婪的心境 最后犹大什么下场 伤掉死掉 因为他自己品格出了问题 贪婪出了问题 就像两个星期前我说的 走了可拉党的路 走了该赢的路 走了不该走的路 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就是这些人的学习 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 这些只有犹大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结局 在犹大书第五节也这样说了 你们虽然都知道 我们虽然都知道 但却要提醒我们 今天犹大书也再次提醒我 也要知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 取决于我们信仰的根基 如果我们今天的根基站立的稳 我们信仰就不会扭曲 今天我们的根基不稳 我们的信仰就开始扭曲了 信仰带出人的品格 那我们今天我们的品格 我们就不会悖逆 我们就完全顺服 我们完全顺服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所行的道路 我们就不会活出一个习惯性的悖逆 要不然我们就很悖逆 就像刚才我所说的 那些不敬谦的 取笑那些今天愿意服事的人 今天我们的行为出了问题之后 我们塑造一个人的品格 那我们的品格开始败坏 我们看到犹大的结果 品格开始败坏 甚至连耶稣他也出卖 根本没有办法得到神的保守 因为他离开了神 使徒保罗跟彼得也提到这个主的保守 在《铁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说 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生子都蒙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止在 这个保罗说 上帝的平安与我们同在 上帝他是平安的神 他乐意赏赐给你跟我 他愿意将他的平安赐给你跟我 我们唯有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才能够得享他的平安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说 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即意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反管教的是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 接触平安的果子来 那就是义了 被管教的时候 上帝管教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我们已经得着 已经成圣 没有 我们现在是拙见成圣 基督徒 我们这个基督徒的道路 是慢慢被塑造 慢慢被调教 慢慢被管制 慢慢被受教 所以我们在生命里面 我们要慢慢拙见成圣 我们生生之父他照着自己的意思来管教我们 爸爸喜欢的时候 对你好的时候 你顺服他的时候 他就很疼你 但是他如果面对到问题的时候 他也会将脾气 他的问题放在你的身上 可是我们的万灵之父 我们的天父 他不可能 他会管教我们 他知道我们不应该走的道路 他会管教 把我们拉回正路 这就是叫我们成为圣洁的生命 当圣洁的生命被管教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你会觉得很不舒服 但是过后的 我们能够接触义的国字 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 才能够使到我们 与他合作成为一个 能够荣耀上帝的生命 第九节 他就说了 这就是那一些引人 接胆 属乎血气 没有圣灵的人 我们需要圣灵 与我们同心 我们需要与圣灵同心 我们也知道 圣灵会带领我们走 当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或者上帝要我们做 我们不愿意去做 圣灵会吹毙我们 他会引导我们 使到我们走回正路 教导我们成为神圣 教导我们成为圣洁 耶稣他自己本身 以圣洁进到教会里面 他给我们做了这个榜样 那我们也今天相信耶稣的人 以他的道 保他的话 让我们心灵里面成为圣洁 神的话带着能力 他让他的话进到我们里面 使得我们能够完全改变 以逢所书五章二十七节 可以献给自己做了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耶稣已经赐给我们 这个宝贝的生命 得到洁净 我们已经得圣灵 我们已经得洁净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怎样行出来 才能够得洁净 毫无玷污 没有皱纹 也就是没有瑕疵 我们就是要靠着圣灵带领我们 并且神的话语引导我们 接下来他又说 我愿你们灵以魂以身子 都蒙保守 人的灵魂体是三个部分 我们的灵里面是与圣灵交通的 看这个图 我们看到灵是在我们里面 我们这个是有灵的活人 当上帝造人的时候 将生命气息吹进人的壁孔里面 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 所以我们懂得敬拜上帝 然后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 他给我们有情感 给我们有喜有怒有爱有乐 能够体子相爱 这个就是我们的魂 当我们的魂得到满足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就欢喜快乐 这个就是外一层我们所看到的 以物质来看到的 以实体来看到的 就是这个身体 那我们的身体就是要荣耀神 就是要得洁净 能够在上帝的面前 能够得着他喜悦 所以我们都是主所保守的人 上帝卷选我们 没有一个是失落的 包括你 包括我 也没有一个是失落的 因为他拯救我们 是到永恒的 不是拯救了不管我们 然后他会常常提醒我们 我们都是被蒙拯救 被蒙保守的人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说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所预备的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今天我们蒙保守 蒙救恩的人 我们虽然要经过许多的试验 虽然要经过许多的试探 但我告诉你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只要紧紧抓住神的话语 叫我们不视角 叫我们跟随他的人 知道神 他会带领我们 我们感谢神 我们有主的保守 第二点我们要看到 自己的保守 第二十一节 保守自己藏在爱的 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远 这二十一节 他所说的蒙守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也就是小心地看守 我们要很小心地 靠着我们神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也要自己很谨慎 因为他说 他爱我们到底 他在这里说我们每一个人有责任的 你我都有责任的 上帝会保守我们 但是我们有选择犯罪不犯罪的能力 我们有责任来聆听神的话语 遵守神的道 我们不走在罪恶的道路里面 我们也不让我们的圣灵担忧 我们会在上帝的面前 领受上帝的话语 继续地走下去 我们不会因为上帝给我们自由 我们就自由 我们就放任我们自己的情感 我们知道当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的诗弹 上帝就与我们同在 阿们 阿们 在希伯来书7章25节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的 耶稣基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 为我们祈求 他会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并且拯救我们到底 什么叫做拯救我们到底呢 神所做的一切他完全负责任 完全负责任 就是要叫我们得着那个允许 这永生的允许就在我们里面 将来回到天家的时候也以他同在 这就是不放弃我们 这就是永远与我们同在 圣经也告诉我们 他在父的右边 常常为你跟我祷告 常常我们在犯罪的时候 或者走错路的时候 或者自以为是的时候 常常圣灵会提醒我们 今天我们要认识一样东西 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撇弃过你 从来没有撇弃过我 他常与我们同在 因为他说他要拯救我们到底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感到 我们非常的疲倦 我们非常的疲惫 或者我们非常的软弱 心心开始软弱 灵性开始软弱了 我们没有能力再走下去了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看到前面的时候 当我们开始想到 我们有一位救主 从起初怎么样呼召你 拯救你到今天 他仍然没有放弃过你 那位耶稣基督 他永远与你同在 他永远与你同在 所以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 不必惧怕 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是坦然无惧的 不要因着你所做的过犯 你坦然无惧 你想要去逃避 不用去逃避 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向神认罪 因为祂是信实的 祂要赦免我们的罪 祂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只要你呼求祂 只要你愿意谦卑来到祂的面前 我们相信我们的神 永远与我们同在的 我们要在祂的面前 常常向祂支取力量 因为祂永远不离开我们的主的 我们常常要仰望祂 保守自己常在神爱中的 仰望我们的主耶稣的怜悯 仰望 什么是仰望 我们要等候 等候的功课 我知道不容易学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 这功课好像非常难学 但是上帝有祂的时间 弟兄姐妹 上帝有祂的时间 祂做事情的时间 那我们等候祂 我们仰望祂 祂会怜悯我们 祂会保守我们 不自视角 第三点我们看到 神的保守 祂那能保守你们不视角 叫你们无瑕无痴 欢欢喜喜 站在祂荣耀之前的 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 不视角 不视角 不是说跌倒的意思 这幅四角的意思 就是不被那些异端学术 假教师 判导我们 使到我们行在 那一个不义的道路上 使到我们离弃了真理 圣经是yes and amen 每一句话是带着能力的 不要疑惑 不要疑惑 圣经讲是可以吗 可能吗 也不要试探神 不要说 我看可以了 神会可以 神会这样 也不要为神做话 你不用说的 圣经怎么说 你就怎么说就好了 也不要试探神 怎么说试探神呢 很多人以为没有 没有很少 或者久久一字 我告诉你 这就是试探神了 在真言六章27节 跟28节说 人若怀里揣火 衣服岂能不烧 人若在火炭上走 脚起不烫伤的 衣服象征着 我们自己本身的 那一个败坏的一个品格 我们要帮助那些人走回正道 可能我们自己也跌倒了呢 我们需要我们旁边的人 拉我们一把 使到我们能够走回正道 我们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 他们也不会跟我们同流合污 当我们走错了 我们衣服被烧着的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也能够走回正道 今天一样的 今天我们试探神 我们在火炭里走 然后我们的脚被烧着的时候 你还说神啊你没有保守我 神啊为什么你没有看过 我们会把责任怪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 今天求神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不试探神 我们也不要在火炭里面走 我们的脚一定会被烫伤的 求神帮助我们 叫我们不施脚 保守我们 让我们离弃我们的罪 我们看一看这张图片 虽然有水多试探跟诱惑 但我们并非靠自己的力量得胜 而是靠主的保守以看顾 我们要联系在我们上帝的身上 我们就能够得获得到安全 虽然我们会跌倒 虽然我们会失去方向 但是耶稣救恩的手 怜悯的手 永远与我们同在 看到这张图画吗 这条绳子也代表着主耶稣的手 紧紧相信的我们 虽然我们会跌倒 但是耶稣基督 他会把我们 拉我们一把 他会管教我们 以叫我们不至于跌倒 24节我们就看到 欢欢喜喜 站在荣耀之前的 我们救主独一的身 人别走罪的道路 需要走的是神的道路 这人必得蒙神 他的保守 像这个孩子一样 系上所有的安全措施 当我们在走的时候 我们是欢欢喜喜 走着耶稣基督的道路上 我面对很多的基督徒来问我 他说 Pastor 很难做 基督徒很难做 因为他里面有两个律 他常常做那些神不喜悦的 可是他认识真理之后 这些都是他的捆绑来的 所以叫他放弃 那些坏习惯 恶习惯 他就觉得很难做 但是我告诉他 这些都是要你的命的 只要你向神支取力量 你必然得胜的 Amen 第二点我们看到 永恒的盼望 是倚靠救主 独一的神 我们要靠着我们这一位神 祂是独一的 耶稣基督 祂是我们独一的神 那保守你们不施脚的 叫你们无瑕无痴 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 我们的救主 独一的神 独一 无瑕无痴 是完美的 我们的耶稣是完美的 祂是一个没有罪的 祂能够单单我们所有的咒诅 所有的罪 所以我们今天 欢欢喜喜 绝对没有恐惧的来到祂的面前 因为祂是愿意与我们同在的神 圣灵就与我们同在 圣灵就是神 耶稣说我去是为差遣保卫师到我们这里来 是与我们同在 神知道我们人生命里面有水多软弱 不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 也不能够胜过自己的食材 但是耶稣祂是无瑕疵的 祂来到这里就是来帮助我们 单单我们所有的罪 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说 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如同完美无怯 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今天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无罪的 无罪的来单单我们这些有罪的 祂完全降服 耶稣完全降服 在父的蒙召里面 在父的使命里面 就是为我们世人完全的摆上 什么是无瑕疵的祭物呢 祭物就是在就业里面献给上帝的 献给上帝的是最美的 献给上帝的是没有瑕疵的 今天我们都是上帝的宝贝孩子 我们每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真诚地来到祂的面前 献上我们的真心为记 神看我们的心 神不看我们的外表 你的心里面存什么 神都知道 因为圣灵就住在你里面 你不可能说 不要告诉人 没有人知道 神不知鬼不觉 我告诉你 你是人 祂是神 魔鬼撒旦 祂来欺骗你 所以我们要很谨慎 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都以坦诚的心来到祂的面前 因为祂知道我们的需要 祂也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来到祂的面前 我们知道祂会教导我们 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使得我们今天成为 拙见成圣的人 没有一句话不带着能力了 所以耶稣基督 每一句话教导门徒 门徒都跟随耶稣了 当我们跟随耶稣的人 效法保罗一样的生命 保罗也一样 教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耶稣祂自己说了 祂就是那个道路 真与生命 若不借着耶稣 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今天我们不能够靠行为得救 今天我们靠的是耶稣基督 祂是我们的救赎主 祂会带领我们 因此我们要将荣耀尊贵 都归还给我们 作为坐在父的右边 为我们祷告的那位耶稣基督 直到永永远远 Amen 第三点我们要看到 就是永恒的盼望 从根古直到永远 从根古直到永远 这盼望从现在开始到永永远远 常与我们同在 这个时间是分为三段性 万古以前 今天还有直到永永远远 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 耶稣基督昨日 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耶稣是昨天 今天 昔日都是一样的 祂真理没有改变的 祂为我们罪人死是没有的改变的 将来 将来要再来的主 也是不会改变的 祂会再来 把我们还在地上的人 带到天家去 祂会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 祂的真理是永远不改变的 因为祂是永活的神 祂是没有人能够取代 除了祂以外 没有一样可以取代的 所以在这个犹大书 祂说 愿荣耀 威严 能力 权柄都归于祂 荣耀 祂配得我们荣耀的 因为我们是祂所造的 祂也造我们世界万有的 祂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 就应当高举祂的名字 祂有那种威严 祂的威严是什么 祂的威严叫我们看见的 就是在生命里面 完全同管宇宙万有的那一位神 祂叫月亮星朔 不会掉下来就是不会掉下来 祂造宇宙万物 祂叫水跟陆地分开 永远是覆盖 如果祂允许上帝允许 整个世界就会被改变了 但是我们知道祂有权柄 祂就是那个元首 祂拥有无上的掌权者 所以祂有权力 所以我们的生命长短 都在祂的掌权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那一位神 能力和特权都在祂的手中 祂是叫我们完全顺法 犹大告诉我们 将荣耀归还给祂 那些想博取 想这个博取上帝荣耀的人 常常批评他的权柄的人 想说他没有复活的杀都该人 洛斯底主义 他们这些人就是歪取上帝的话语 就是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你知道吗 当我们生命里面 如果常常有这种消极的思想 不确实的思想 有一个新的医学名词 叫做摧残树 在我们里面 当我们开始批评论断 看每一样东西都不对的时候 不合自己的心意的时候 你看什么都不对的 这个就是生命里面的摧残树来的 当我们开始赞美 我们开始荣耀上帝的时候 这些摧残树都要永远离开我们 我们心灵里面都有喜乐的心 圣经告诉我们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使我们使人顾干 今天喜乐的心 我们开始赞美的时候 Hallelujah 我们心灵里面就得到力量 我们就得到喜乐 当你开始整天埋怨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的骨头都会顾干 求神帮助我们 在台湾有一间教会 有一个弟兄 有一个弟兄 这位弟兄他之前 他的家庭都有得到那一种先天性的 这个手不能够举起来 骨头都不能够健康的成长 所以有人把他带到这一个教会里面 信耶稣 所以就看到每个人能够举起手来敬拜神 他就非常非常的垂丧 为什么你们的手可以举起来赞美神 为什么我要天生出来 不能够举起手来赞美神 然后这个牧师就很有智慧的告诉他 他说弟兄啊 你每一天赞美神 你每一天赞美神 神会在里面的工作 神会在你里面工作 他就想 我的手都不能够拿起来 怎么样赞美神 他就开始生气了 但是牧师很有耐心 牧师就告诉他 你要不住的赞美 你要不住的祷告 所以当那天开始 他就听了牧师这句话 好从今天开始 我要看一看是否真的你的神这么厉害 虽然他信了耶稣 因为有一些人信了耶稣有目的 就像耶稣所说的 这些人跟从我莫非有秉持 有些人信耶稣就是要得到好处才来信耶稣 所以这个人说好 我今天把生命交给你 我要赞美 我要赞美 我要赞美耶稣 就开始 开始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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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一天开始 开始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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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把手拿起来 哈利路亚 这个是最大的坚证 弟兄姐妹 这些催禅数都要完全离开 我们的神就是那一位 全能的神 我们在 我们的神是那位 无所不能的神 只要你相信祂 祂是为我们开道路的人 只要你问题 你来到祂的面前 我们相信我们慈悲怜悯的神 祂要怜悯我们 所以启示录五章十三节说 我又听见天上地上地底下 沧海里 和天地间有一切 所有被造之物都说 但愿颂赞追贵荣耀全饼都归于做宝座 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有一天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都要赞美祂 我们要向祂交账 弟兄姐妹 我常常该告诉我自己 如果有一天上帝接我回去 那我要向上帝交的账 是否准备好了 是否准备好了 所以当我常常告诉我自己的时候 我要很谨慎过我的生活 我要很谨慎我口中的言语 我是否得罪了人 我是否得罪了神 我活在这种的这一个上帝的看顾保守里面 不是我活在战战兢兢 不是我常常定我自己的罪 我就是要检绕 自我检讨 就是自我保守 看看我们生命里面 是否真的能够欢欢喜喜 来到上帝的面前去交账 求神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自己 如果今天耶稣来了 我们是否欢欢喜喜 在祂的面前 将荣耀将颂赞 全是都给我们的耶稣基督 祂是昔日的主 祂是现今的主 祂是将来的主 当我们盼望祂再来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来到祂的面前 祂把我们提升 耶稣再来的时候 把我们这些还存留在地上的 被带到天家的时候 我们将荣耀颂赞都归还给祂 那一日我们都期盼那一日到来 今天游大叔叫我们 凭着主给我们的信实 站在祂面前 游大叔鼓励我们 我们在信仰上 真的要站稳我们自己的脚 谦卑的 若是我们自己做错了 若是我们自己不讨神喜业的 求神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现在活在末世的生活里面 我们活在末世的时代里面 有很多错谬的教导 有很多使到我们走上罪恶的道路 也有很多的试探 但是我相信我们依靠神 我们常常在主里面 不用去惧怕 不用去灰心 这些失败 这些都要过去的 让神将我们自己 摆在不同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懂得依靠祂 叫我们不至于跌倒 我们持有着信心到祂的面前 我们得着永恒的喜乐 今天我们毫无保留 将我们的生命 完全交给我们的耶稣 我们相信我们不要惧怕 我们相信祂会保守我们 不至视角 我们也相信 我们将来到天家 去看祂的时候 我们必然晃晃晰晰 在祂的荣耀里面 Amen 持之以恒的信心 有盼望的信心 像刚才乌龟跟兔子一样 虽然跑起来 乌龟有点累 我虽然慢 但是我相信 我有一天 我要走到终点 今天基督徒的生命 不是你跑得多快 不是你跑得多好 不是你做得多有能力 不是 今天你怎么样持之以恒 到终点 如同保罗所说的 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了 当跑的路我也跑了 今天我们是否也一样 像保罗一样 持之隐恒到终点 永恒的盼望 蒙召的三层保守 主的保守 自己的保守 跟神的保守 永恒的盼望 依靠救主 独一神 就是耶稣基督 没有别的神 没有别的拯救 自己也不能够 我们除了耶稣以外 没有其他的方法 第三 永恒的盼望 从根骨直到永远 耶稣是昨日 今日昔日的主 祂永远 以你和我同在 我们将荣耀 都归还给祂 我们感谢神 今天 犹大叔 终于讲完了 犹大叔 虽然短短一章 但是里面的真理 非常宝贵 我看了犹大叔之后 我常常提醒我自己 要走当心的路 不要跌入该隐的道路 不要走向索多玛 俄摩拉 也不要走可拉党的路 这些我们都要很小心 要不要成为那骄傲的堕落天使 求神帮助我们 当我们思想神的话 我们就不会去惧怕 我们就会持守地 联系着我们的耶稣基督 我们紧紧相信着祂的手 继继继继续走完我们的人生的道路 我们感谢上帝 今天神的话语 解开的时候 我们就得自由 我们不需要去惧怕 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 一起来守圣餐 圣餐饼跟杯 是代表着主耶稣的死 代表着祂主的再来 我们是纪念耶稣 今天准备好我们的心 来守圣餐 耶稣不是来定我们的罪 耶稣来是释放我们 今天不管你面对到怎么样的试探 怎么样的罪恶 我们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 承认我们的罪 我们先审查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没有审查我们自己 我们吃喝饼 我们再吃自己的罪 当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守圣餐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准备好我们的心 圣餐代表着纪念耶稣 祂赐罪之恩 给我们合一 给我们盼望 并且将来我们同享宴席 今天我们拿起饼来 告诉耶稣 谢谢你耶稣 你的救恩 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与主合一 让我们也能够与人合一 也跟自己合一 也谢谢耶稣他所受的变伤 今天我们纪念耶稣 抓住这个应许 软弱的肢体 得意志 得释放 得自由 我们一起来守圣餐 饭后主也拿起杯来 祝福说 这代表着主耶稣所留的宝血 今天耶稣他所留的宝血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欲 洗净我们所有的罪 今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感谢耶稣 这宝血洁净你跟我 我们拿起杯来 谢谢耶稣 拯救了我 谢谢耶稣 洗净我的罪 谢谢耶稣 我们一起来喝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十字架 谢谢你十字架的救恩 十字架就在我的前头 世界在我的背后 主啊我们要向这标杆来自跑 这标杆就是十字架 主啊让我们不分神 让我们只听到 我们大牧人的身影 你就是我们大牧者 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守圣餐 纪念耶稣 我们相信上帝 你要将这一个 你的话赐福给我们 使到我们在这犹大树里面 真的能够行出来 谢谢你耶稣 叫我们所得着的 是从你那里来的 一切不属神的 奉耶稣的名字 都不能够靠近我们 搅扰我们 谢谢你赐福给我们的家庭 教会 公司 我们的生命 谢谢你 让我们属灵生命 能够更加的成长 谢谢你 谢谢你 愿主耶稣 基督你的恩惠 天赋你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与感动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神的恩与其说 阿们 上帝赐福你 神光照我们 阿们 阿们 感谢赞美主 这时候我们即将收取今天的奉献 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奉献 慈悲的阿爸 父神 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一切的所需 我们将我们的奉献摆上 求你援纳 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可以透过荧幕上的QR码 来点准奉献 也可以将支票 由今次交回办公室 有关更多详情 可以查阅我们的网站 如果你想回应今天的信息 或想了解更多关于耶稣 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 immanuel.org.sg 我们Facebook Instagram 或我们的祷告网 与我们来联系 我们下周一 就会在线上一同的参与崇拜 我们下周见 上帝赐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